俄羅斯星期二表示將會在2024年後 退出國際太空站以修建自己的太空站 俄羅斯航天國家集團主管 在與總統普京會午期間宣布了這項決定 這家俄羅斯國家宇航機構的首席執行官 鮑里索夫在這次會議上說 俄羅斯在完全撤出之前 計劃履行向合作夥伴作出的承諾 他說當然他們將會遵守他們對合作夥伴的所有承諾 但2024年後 離開這個站的決定已經是作出了 鮑里索夫在會議期間說 他認為在那個時候 他們俄羅斯太空站的相關工作已經會開始